这抢劫犯正在被警察追捕 可他走投无路 只好拿起手枪 结果一扣扳机 这居然是把虎机 就这样 他喜提监狱三年有 但阿瓜可不闲着 他靠着精湛的手艺 将肥皂雕刻成手枪 在图上写有 一把仿真假枪就此诞生 接着阿瓜装病叫来狱警 等对方一开门 就拿着假枪威胁狱警要越狱 谁知走到室外 忽然吓起了磅礴大雨 等狱警回头一看 阿瓜手上这肥皂枪 变得全是泡沫 大吉大利 再叛逆两年行期 也不知等了多长时间 阿瓜又盼来了一次越狱机会 监狱需要找一个志愿者 接种一款全新疫苗 只要被选上 就能得到假释 阿瓜二话不说报名接种 成功赢得假释机会 再次回到了城市中 可医生只会偷窃的他 转头又抢了个老太婆的包包 结果打开一看 里面全是铁链子 这么老了还玩得这么刺激吗 阿瓜不服了 又想着去抢个宠物店 谁知里面这店长 居然是只大星星 吓得他赶紧开溜 而就在阿瓜准备物色新目标时 却撞见了一位天仙美人 他感觉自己坠入爱河 便靠着一阵嘴炮 成功把上了这位美人 为了第一次的烛光晚餐 阿瓜赶紧回家打扮自己 他想洗个澡 但拧开浴缸水龙头 水盆的水流出来了 他又拧水盆了 浴缸的就流出来了 可他只想用个花洒 那按个马桶的总该行吧 还真行 洗了个美美的澡 穿上了帅气的西装 谁知他前脚刚出门 后脚就回来了 不好意思 裤子忘穿了 接下来的时间阿瓜也没闲着 今天又跑到银行想打劫 他将纸条地给桂圆 对方一看 俺有香 赶紧把线交出来 不然都得使 桂圆没看明白 又叫来经理认字 还被拉去找总裁 并当着所有人的面 在那任阿瓜写的字 最后字是认出来了 阿瓜也理所应当的 又回家了 这囚犯阿瓜想越狱 拿起狱警服就一件件往身上逃 结果这不看不知道 看了都以为是米国大队长 而因为狱警服被偷了 狱警都只能裸着个身子 监狱长察觉到异常 便加强了监狱安保 本来还想协助阿瓜的囚犯们 也因为收到风声决定停止越狱 可他们之间互相告知计划取消 却偏偏忘记告诉阿瓜 就这样 等到夜深人进时 阿瓜傻乎乎地撬开狱门 跑到了监狱广场 他都奇了怪了 我的搭档咋的一个个都没来呢 忽然灯光一亮 狱警集体冲锋 阿瓜健壮赶紧逃 却撞见监狱长的女儿在小树林 他抓着对方做人质 成功赢得越狱的机会 他回到家里找回爱人 带着对方出国结婚 不仅生了娃还加了心 本来阿瓜正混得风声水起 却被女同事发现他是越狱犯 就这样 他发的工资全给对方拿走 还被对方威胁去家里喝杯茶 趁着女同事被过身 他拿起火钱就想捅 结果一拿反 手就给烫得通红 阿瓜又把两只蜡烛换成炸药 可这炸药太大 烛台都放不进 没办法 他只好趁着轻轻握握使 偷偷去拿火机上的刀 谁知拔出一看 这他牙拿成了鸡腿 没事 还有办法 阿瓜拿出腰间的电击器塞进火机 结果一通上电 这机霹雳巴拉就开始放屁 只见女同事拿着两只蜡烛缓缓走 阿瓜一看 人都傻了 就这样 阿瓜侥幸存活 带着老婆孩子就是新的逃亡 可钱包空空入不复出 看来没钱可真是万万不能啊 没办法 阿瓜只好再次付出 这劫匪两次越狱两次逃脱 你看他正切割玻璃 好像要偷里面的大钻剪 等等 怎么拿了玻璃就跑了呀 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呀 好吧 这次他才是认真的 阿瓜来到饭店 准备寻找新的搭档 结果他把抢劫计划全都说完后 一看背后的搭档 完了 咋的是警察呀 好在阿瓜扯淡技巧点满 这才把警察糊弄过去 虽然这人看着蠢了点 但还真就给他找到了抢劫同伙 可就在一行人来到银行掏枪抢劫 谁知一看旁边 居然还撞见了同行 两队人大眼瞪小眼 你也抢银行啊 我也抢呀 要不你们明天再来一次吧 就这样 两队人集体被抓 给拉去做苦工挖矿 可只要有人没干好活 就要被严刑拷打 因此阿瓜提议 再来一次越运 他们抓住机会 就算六个人双脚被靠在一起 都还是齐心协力逃脱追捕 见共享单车只有五辆 阿瓜便一路小跑 被其他五人拽着走 他们长途跋涉翻山越岭 终于逃脱地追捕 阿瓜好不容易见到齐尔 却再次干起了抢劫 但他也算顺踪顺水越做越大 还获得了年度最佳劫匪奖 然而在一次打劫行动中 阿瓜撞见了之前逮捕自己的警探 两人多年未见 不仅开始嘘寒问问 就是你们是不是都忘了自己是干嘛的呀 阿瓜一边聊天 一边让警探乖乖交钱 等到聊天结束了准备走人 警探这才想起自己的身份 来了一手反客为主 就这样 阿瓜这位抢劫了52次的劫匪 获得了800年的刑期 等等 你手上这肥皂枪 不会又想越狱了吧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傻瓜入狱季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